好 那時候剛好是在這個盤前 錄節目的時候 剛好錄到最後剩下兩分鐘 因為我非常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在那兩分鐘之前 我突然發現 我有一個非常劇烈的疼痛 但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撕裂痛 那當時候發生的狀況是 一陣痛感之後 我突然之間沒辦法講話 但我意思非常清楚 那沒辦法講話之餘 我還伴隨著大量的噴冷汗 我說的是用噴 就類似像剛剛孝晨哥講的 就那個你會感覺到那種冷汗 冒出來的感覺 就一顆一顆這樣陡大的 一直冒出來 其實我現場的一些 這個電視台的同仁們 其實都非常緊張 因為光是那個攝影師都很緊張 因為他知道我的汗是 一顆一顆一直冒出來 正在錄影 對 正在錄影 然後就差那一點點時間 就快結束 但是我突然之間 就講到一半就突然 就定住了 我都沒辦法講話 然後就開始不舒服 那我還是到最後 就是硬著撐完那兩分鐘 你把它錄完 因為想說快結束了 那剛好講話講到一半 那想說緩一緩之後 把節目做一個ending 做完了之後 我當下就知道說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個感覺 就是你一定會知道 你的身體絕對是出了大狀況 而且那個時候是 我從出生以來到現在 沒那麼痛過 那種痛 那當然是事後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那種痛叫撕裂痛